我們看這一題 這題他說一個平面上 乙之圓歐 它的直徑是等於17 所以這個半徑等於多少 半徑這R就等於 除以2 2816 8.5 這半徑是8.5 那麼他說LTM 與圓形的距離 這個是DL 這個距離是等於多少 6 M 這個距離是等於8.5 這個是DTR T DM 這個距離是等於10 那麼他說則下列 合則是O的切線 那你切線的話必須什麼呢 必須這個距離 等於什麼呢 要等於R 就D 就是說這個 直線 跟O的距離 必須等於R 也就是說D必須要等於R 那現在R是等於8.5 所以8.5的就是這個 T T的話跟它相切 6的話就是比8.5小 這個的話跟它相割 所以這是L 那10的話跟它相離 因為10的話 比8.5要大 所以在外面 所以這是M 所以答案的話 是什麼呢 是T T的話跟它什麼呢 跟它相切 合則是圓歐的切線 T是圓歐的切線 所以這題答案要選一 我們要選擇 2 2 5 5 5 6 6 5 5 6